中文字幕——YK 汉书三姐,如果说肖和韩戏这两人还有点俗气,那么当梁标准的浑身都是仙气,可谓三姐之首。 对于张梁,古今史学家都给予高度评价,陈平就曾评价他是元军之首冠冶,当然,最有名的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评价。 显然,从张梁授书,国浪杀四秦,又称张梁四秦,辅佐刘邦打天下这三见识来看,张梁绝对是胸怀宽广,有情有义,足智多谋智人。 那么,这就有了一个问题,即,韩信,萧和遇纳之时,为何张梁袖手旁观,冷眼旁观,而不出手相救呢? 毕竟,这三人同事多年,加上英雄惺惺相惜,所以,张梁怎么也应该有所动作才对啊。 公元前一百九十六年,萧和邀请韩信,入宫开会,因为韩信一直感恩萧和,所以,就应约而去。 结果,刚进宫内,就被吕后判人抓了起来,后来,宫女用竹刀将其刺死了,一代兵先,如此死法,的确非常耻辱。 那么,韩信被杀是临时突发事件吗? 显然不是,这是早有谋划。 从晨曦判断时,韩信就身处危机之中了,这是,张梁看不出刘邦吕后的心思吗? 显然不会。 然而,张梁却选择了冷眼旁观,展开全文萧和帮助刘邦吕后除掉韩信之后,自身却陷入了一个大危机之中。 原因很简单,萧和亲政联名,在百姓中威望越来越高。 所以,这让刘邦非常担忧,后来,找了个由头,将萧和投入大牢之中。 在这一过程中,萧和曾经自污过,也做过很多努力,但刘邦还是猜疑他。 最后,还是靠一个人仗义直言,才逃脱牢狱之灾,保住小命,但却变得成皇城恐了。 萧和遇难,张梁却依然冷眼旁观,一点动作隐灭。 有人,在分析韩信遇害时,张梁袖手旁观的原因中,指出了这么一点,即,韩信自己找死。 但萧和不存在这一点呀,一直为国为民,张梁为何也冷漠对之呢? 需要注意的是,张梁一直活到公元前186年,刘邦是公元前195年去世,萧和是公元前193年去世,韩信是公元前196年去世。 也就是说,张梁活得最长,刘邦对韩信、萧和动刀子,张梁都看在眼里。 第一,张梁金盘洗手之后,就不再过问朝廷之事,一心从事修炼。 此人有仙气,对权势之类,没什么贪恋,对朝中的勾心斗角,也没有兴趣。 所以,对韩信、萧和等人的遭遇,张梁可能看在眼里,但却瞬间就扔到脑后了。 更为重要的是,既然是金盘洗手,那就彻底一些,别再过问,否则会引火烧身。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重视,即张梁精通狂老之道,不留恋权威到什么程度呢? 据说,张梁晚年跟随赤松子林。 由天下,可以说,功名与我如浮云,所以说,张梁冷眼旁观,很可能是因为,他不再沾一点朝中事事非非了。 第二,张梁行商很高,知道,自己即便出手,也未必能救的了。 坦率地说,张梁行商很高,古今能善终的开国豪杰还真不多,他是彻底不过问朝廷之事,即便知道也不愿惹伤一点。 更为重要的是,张梁知道一件事,即即便他这一次出手救了韩信萧和,但下一次呢? 而且,刘邦一旦对大臣动了杀心,那么张梁也保不住呀。 不客气地说,稍有不慎,张梁都可能被卷进去。 所以,张梁面对韩信萧和的遭遇,干脆选择冷眼旁观。 最后,值得一提的是,在春秋战国时期,杀功臣这一类的事情,发生得很少,主要有两个原因。 一,一列国竞争,一旦杀功臣,就无法吸引人才前来效力。 二,当时没有杀功臣的传统。 然而,刘邦杀韩信,彭越勇功臣,可谓是给中国历史开了一个坏头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